下面我们讲一下主和弦的同功能替换和弦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T组的同功能替换和弦有6级跟3级 那么3级7和弦与1级或者1级的变体和弦 也就是说1级7和弦1级9和弦 它们的构成音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知道1级和弦 我们用音级说话是1级3级5级 也就是135 7和弦是1357 9和弦是13572 那么3级7和弦是357 这时候有4个音是相同的 所以说3级7和弦是经常使用的一个同构和弦 下面再看一下6级和弦 6级和弦的7和弦是6135 1级是135 这时候有3个相同的 如果把1级换成一个加大6度的和弦 也就是135加一个大6度6 那么就跟6级7和弦的构成的音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它们之间也可以构成一个同构和弦 所以说在我们流行音乐当中 3级7和弦6级7和弦都可以与1级包括1级的7和弦9和弦进行替换 在和弦序列里面除了结束的和弦以外 也就是说结束的地方一般不替换 必须要用主和弦 而且有的时候还必须要用主3和弦 不能用7和弦9和弦 除此之外 其他地方的和弦的主和弦都可以用3级7和弦跟6级7和弦都是自然的 可以自由的进行替换 下面我们看这样几个序列 下面我讲的几个序列来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实际上也不需要记 只要写出平时的序列加以替换就行了 现在我们把6个和弦列在这个地方 123456 从1级到6级和弦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和弦 1级和弦接2级接数和弦 也就是125这个序列 那么我们把1级换成3级7和弦 好 我们把3级7和弦复制过来 后面接2级 再接5 数和弦 数7和弦 好 我们听一下这个序列 好 这个这里面的和弦的排列呢 它并不是四部和弦啊 这个地方只是说明一下和弦的序列的结构 下面我们再举个例子 那么1625 这个呢大家都熟悉啊 大家熟悉1645 那么把4换成2 就是1625 那么在1625的基础上 把1换成3 那么也就是3 那么也就是3 然后呢6 接着25 好我们听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和弦续径径的一个5度圈 3级往下5度到6级 再下5度到2级 再到数和弦 好 这是又一个例子 下面我们再看 145 刚才不是125吗 现在换成145 那么把1呢 换成3 3级7和弦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4 不用2 好 再听一下 下面我们再看 还是这个125 刚才的这个125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1呢 不换成3了 换成6 也就是这个和弦 好 用6级7和弦 我们把这个往下移 往上移 好 下面呢 我们听一下 好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常用的 1341 这个序列 1341呢 这个呢 大家已经比较熟悉 1级到3级 这个呢 也是流行音乐里面 很常 经常使用的 1级后面接2级呢 这个反而不是太经常使用的 1级到3级 是比较经常使用的 好 我们来接一个 1级到3级 然后呢 把1级用6级进行替代 那么这里呢 就是6级 接着后面呢 接3级 3级后面呢 再接4级 4级后面再接主和弦 这个序列来用的比较少 为什么比较少呢 因为本来应该是3级后面接6级的 现在反而来是6级后面接3级 这是个4度下行 不是5度下行的 所以这种用法呢 可能呢 用的比较少一点 下面我们再举 145 还是145 那么把1呢 换成6级7和弦 好 这里呢 用6级 接着后面呢 这里还用4级 再接 数和弦 好 最后我们再举一个151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个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正格进行 把1呢 换成6 这样呢 就构成了651 先写一个6 然后呢 再写一个5 接着呢 再写一个1 这个呢 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进行 在流行音乐里面 这个呢 可以用在中指的前面 好 到这里呢 我们讲的呢 都是一些理用上的一些和声连接 下面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我们呢 先听一下这段旋律 这段旋律 好 这段旋律呢 听上去呢 是刚才这样的 是一个明朗的一个C大调 配合声的时候呢 我们要分析好曲式 那么这里的曲式很简单 这里有个长音符 这里又有个长音符 所以很明显 前面八小节是一句话 后面八小节又是一句话 前面八小节呢 又可以分成4 加4 这样的一个段落 为什么呢 因为每4小节 它们的开头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一个长音符 看这里一个长音符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认为呢 每4小节开头呢 它是一样的 好 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配 那么这里是C大调 一开始呢 是6级和1级 6级和1级是什么 那么 开始呢 可以从6级开始配起 也可以从4级开始配起 如果是明朗的大调 所以当然不可能从6级开始配起 所以只有可能从4级开始配起 这样呢 我们就把低音写上来 好 先写上低音 这是4级 4级后面一般接什么呢 4级后面一般接鼠和弦 而且是鼠7和弦 鼠7和弦 当然是要进行到1级和弦 1级和弦后面跟什么呢 看一下这里 这是五音 1级的五音 这又是1级的五音 好 这是1级的五音的话呢 可以配1级 如果配1级的话呢 那么前面也是1 这里就不太好 所以呢 应该不会再配1级 那配3级可不可能呢 如果配3级的话呢 那么1级后面 这里呢就接了个3级 我们呢可以尝试一下 好 然后配的时候呢 我们听一下 好 听这样的效果呢 是可以的 下面我们再看 下面这一小级 下面这一小级结构呢 跟上面的一句呢 差不多 因此呢 我们试想呢 可不可以把它照抄过来 也就是说这里呢 还是4 5 1 3 好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 这样配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配了一个4 那么上下两句和声是一样的 这种配法呢 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还有另外的选择 也就是说这里呢 不再配4 配一个什么呢 配一个2级和弦 这里呢 就可以配上一个2级和弦 4级 2级 好 既然这里配2级的话 前面一句这里3 后面接2 似乎呢 不太是那么好 应该是5度关系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这里呢 是6级 6级后面5度 才可以接2级 这样呢 第一小句跟第二小句呢 就连接的比较紧密一点 好 这样配完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序列是什么 是4516 这样看呢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我们从这里数起 1645 现在大家熟悉了 原来这个序列呢 就是1645 把它循环了一下 循环了一下 就把4跟5呢 调到前面去了 所以呢 它其实呢 是换汤不换药的 它其实还是一个1645的一个序列 好 既然抓到这个序列以后 那我们就清楚了 其实下面的配法呢 基本上都可以遵循这个1645的配法 好 那么第二大句肯定也是这样 第三 第四 第二大句 第一小句肯定也是前面四小节 第二小句呢 肯定也是第一小句的 第一大句的 第二小句的这里 四小节 所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妨呢 把前面先配好 好 这里呢 又配四级 那么我们就配四级 把内声部填上去 然后呢 是鼠和弦 这里呢 是一级 好 然后呢 是六级 用个七和弦 好 接着我们来听一下 好 这样呢 就连的比较紧密一点了 好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没有使用我们刚才学过的 主和弦的同功能替换 那么主和弦在哪呢 在这 它不是结尾的和弦 所以可以同功能替换 那怎么替换呢 很简单 把它换成三级 这样呢 就构成了一个三级七和弦 为什么换成三级呢 因为三级跟后面的六级 又是一个五度关系 所以可以结合的更加紧密一点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里的和弦呢 改成三级和弦 好 这样都下来改成一个七和弦 好 那么这样就行了 这样的效果呢 就比刚才那似乎更好了一点 现在呢 我们把后面的这些呢 给填上去 这里呢 是二级七和弦 好 后面这里呢 都是一样的 我们呢 就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好 那么第二大句已经说过了 第二大句跟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把这里的和弦抄过来 这是第二大句的第一小句一样 这里是第二大 第二小句 把这里抄过来 但后面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要到中指呢 所以这里呢 只要配上主和弦 而且呢 最好呢 配上主三和弦 不要配七和弦 因为七和弦呢 不太稳定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听一下全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从理论上呢 为刚才的这一段音乐的所配的和弦 其中呢 在这个地方的主和弦 以及这个地方的主和弦的地方呢 把它换成了三级七和弦 怎么换呢 为什么要换成三级 不换成六级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另外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的进行是非常有特色的 编曲的时候呢 音符在这里长音停顿 内声部可以加进一些变化的运动的音 在这个里面 我们呢 可以单独的把这一句的拎出来听一下 内声部可以走 这里没有内声部 好 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 主和弦 同工的替换和弦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并不太复杂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也就是鼠和弦的同功能 替换和弦 呢 所以说 我们再次吃一片屏 我们再次吃一片屏 这个地方 我们再次吃一片屏 这一片屏 我们再次吃一片屏 或者吃一片屏 我们再次吃一片屏